由立法委員林鎮憲 志願蔡曉薇作為在立法委員的 服務處古板的工藝相扇 愛心滿滿的觀景活動 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民間先進入市觀景 100萬透過立委後議員 要作為協助來觀察讓歴史團體 希望可以在這個 大家都過無三好的期間 提供一些溫暖給這個社會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兩位議員 蔡曉薇議員 呂恩議員 還有周教委律師 跟我辦公室我們一起 來合辦這場善心捐贈活動 最重要的是我們捐贈人 他也非常客氣低調 他希望我們不要公佈他的名字 台灣真是愛心滿滿 我很少看到有捐了100萬 捐贈100萬 他希望說我們不公佈 這個真的是讓我非常感動 特別感謝我們的林軍縣委員 委員以及周律師 周家瑋律師 我們一起來舉辦今天這個 物資捐贈的活動 這個物資本身是 裡面有一些乾糧及食品 都是可以馬上食用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善心宣示者 他希望說可以第一時間 給予我們在我們社會上面 比較邊緣戶的部分 可以給予他們鼓勵 還有加油打氣 立委林鎮憲和議員 蔡小偉 共同來鼓勵大家 約前還在境界的改端 有很多六世家庭 除了政府補助以外 也需要社會敏感的力量 共同來協助 希望透過這樣 外公可以幫助到六世家庭 另外 劉威運議員和議員 參選人周家瑋律師 也特別交通來支持 議員表示 到務前委主 經濟外公也是受到很多憲法 非常感謝民間的主委 幫幫忙 來減少六世家庭的生活 壓力 今天特別感謝林鎮憲委員 蔡小偉議員 周家瑋律師 共同來幫這些弱勢 能夠有一個好的抗疫的狀況 我常常在聽 這個城市之所以偉大 是因為我們這個城市的精神 願意這不分你我 都願意為人家奉獻 也非常感謝成功青商會 來協助載運到每個需要幫助的人手裡 其實我們在講疫情嚴峻 但溫暖長存 希望我們台南因為大家的付出 而成為更美好更幸福的城市 最好議員參選人周家瑋律師也表示 但是在在以前的過程中 所有的六世民眾都需要有更多的幫助 並好讓大家在在領域範圍裡面 可以幫忙 大家都可以身為六世民眾兼強的割刷 也透過這次的活動 希望讓更多的人 做回來到底要關懷六世的行列 台南新聞劉品園 蔡宏報道